你好 欢迎收看11月1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去年0918地震造成花莲县南区检疫自来水系统损坏 花莲县政府特别争取了0918地震 花东地区自来水盐管工程计划 获得行政院补助要新建13处的自来水盐管系统 第九区管理处自来水公司的处长李沁熙 他率团队到县政府来说明施作进度 对于工程造成交通还有民生不便 也期盼县政府协助和地方来沟通协调 而县长徐政卫也指示相关局处要协助办理 让偏乡的民众可以赶快有自来水用 民国1949年花莲县自来水供水普及率为83% 近年来县内的饮用水品质大幅的改善 去年已经提升到90% 花莲县检疫自来水系统供处有68处 花莲市、洁安厢以及新城厢等全厢 进入自来水供水的区域 区域十个乡镇均设置于简易自来水系统 花莲县长期受到复合性灾难的威胁 台风以及大雨的清洗 造成简易自来水系统流去水口以及管线损坏 产生淤泥、停水以及水质混测等问题 影响到民生用品盛据 现在徐政委赶学立法委员傅昆奇 郑天才以及自来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 以县福共同争取0918地震滑东地区自来水盐管工程计划 获得行政院核定12年到113年 新台币移以4510万元 花莲县新建自来水盐管系统包括收丰厢水林村 收丰厢米站村 丰冰厢基奇村 丰临镇临隆里 光浦厢大丰村 六四厢瑞祥村 玉璃镇原城里 玉璃镇北平社区以及福里乡树黎村等9处 以及台东县4处系统 意即在142年底前建设完成自来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长林青天表示 由于中央政府热议重视无自来水地区民众用水的权益 其规定门槛逐年调整放宽经济部水利署 以用户设备外线补助的方式 宣导住户接用自来水 随台湾自来水公司积极配合地方各级民意代表 与地方政府会看并且提报贫批案 其中去年0918大地震影响民众生活 台湾自来水公司通过花冬基金 以及无自来水改善计划进行偏向地区沿岸的工程 并会同花冬基金政府完成调查民众接用自来水医院 以及评估的方案 经费提报经济部水利署会诊执行 今年度公计核定十案 其中五案工程已经完均 记得就位华社长 现在只要作评似号 评伙额 国内部水投广基金